第二個祈禱的困難 可以是我祈禱的時候沒有感覺 所以很快就覺得很無聊 或者是很厭煩 在第一個困難裡面 我們提到我們祈禱的時候 覺得好像天主不在 為什麼覺得天主不在 就是因為我們感覺不到祂在 提到關於感覺 我們首先要來認識一下自己 因為我們越認識自己 同時都會幫助我們去認識天主的事 關於感覺 第一個層面可以是關於五觀的感覺 五觀即是我們的眼、耳、口鼻 視覺、聽覺、觸覺和嗅覺 其實我們在世界上 認識不同的東西 或者我們證實一樣東西的存在 或者證實一樣東西的存在 就是透過我們的經驗 而經驗的來源就是透過我們的五觀 去告訴我們 例如說 你有沒有見過一隻青蛙 叫這個名字 可能你會說 我沒有見過 不過我見過一個科學家 介紹過他 他見過 所以這些認識 全部都是透過我們的經驗 來是我們的五觀 第二個 關於感覺的意思 可以是我們一些情感上的觸動 或者是見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情感上的反應 喜、怒、哀、樂 這些我們每個人都曾經經驗過 例如我們見到一些不公義的事 我們會氣憤 見到一些悲劇、天災人禍 我們會難過 甚至我們會流淚 所以在祈禱的時候 我們的五觀 就是我們的觸覺、聽覺、臭覺、味覺 可能會覺得很無聊 因為祈禱的時候 我們的五觀好像沒有什麼對象 因為的確我們祈禱的時候 不是見到天主 不是聽到祂說話 不是摸到祂 也不是聞到祂 所以為什麼我們祈禱的時候 很容易覺得無聊 就是因為我們通常生活的時候 都是用五觀去跟這個世界接觸 所以容易無聊 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 也是分心的主要原因 雖然我祈禱的時候 的確看不到 也摸不到我這位祈禱的對象 但是由於信德 我知道也確信 我在祈禱的時候 我的對象的確是存在 也都的確是跟我溝通著的 所以祈禱和信德的關係 是非常密切 因為我信我才祈禱 我祈禱的時候 我的信德就會變得更加穩固 更加堅強 至於情感上的感受 在祈禱的時候 有時候會出現 有時候不會出現 有時候會根據 我想所要的情感出現 有時候又未必的 經驗告訴我們 有時候我們默想 耶穌基督的苦難 我們可能會有好心的感受 因為知道耶穌為我們 受那麼多的痛苦 所以令到我更加愛祂 甚至默想祂的苦難的時候 我們會很難過 有時候會流眼淚 但是有時候 我們默想祂的苦難的時候 我就沒有任何的感覺 一滴眼淚都流不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呢 由於我們不明白 為何在祈禱的時候 我們有不同的情感 不同的感受 有時候好像很熱愛天主 很愛天主 有時候對天主又覺得很冷漠 好像完全不想理會祂 不想祈禱這樣 所以我們就自自然然 會形成了一種思想 就是用我祈禱時候的情感 或者感受 去衡量我祈禱的效果 或者去衡量我和天主的關係 是否好 就好像是我祈禱的時候 有感覺 就代表我祈禱祈得好 我祈禱的時候 沒有感覺很乾很乾 就代表我祈禱祈得不好 或者我沒有感覺 可能就是天主不愛我 我有感覺 就是天主愛我的一個標記 一個證明 但是祈禱的價值和效果 並不是這樣去衡量 因為天主看的是人心 並不是外表 這些靈修上面的起伏 是我們每一個會祈禱的人 都會經驗到的 也是非常正常 在靈修學上面 我們稱這兩種狀態為 神慰和神呼 神慰和神呼 都是天主容許發生 在我們的靈修生活上面 為了幫助我們可以進步 幫助我們去認識自己 遲些我們可以 就這兩個狀態去作更詳細的解釋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千萬不要因為沒有感覺 而放棄祈禱 我們一定要堅持祈禱 因為無論我們有感覺也好 沒有感覺也好 天主都是忠信的 祂都是事常準備 苦聽我們 所以我們都應該要忠信的 我們會不會 我會不會 寶寶寶 有什麼人 也會不會 從前進 打融 F Во 其實 像林大學 有什麼人